教练转回国内继续要带您看 今天起在新竹举行的 跆拳国手选拔赛 将选出5月代表台湾参加 世锦赛的国手 还有明年伦敦奥运的培训选手 包括了在亚运夺金的小将 黄贤勇 魏晨阳 还有经验老道的杨淑军 跟苏立文都把自己调整到 最佳状态力争出现的机会 穿着蓝色护具的许佳玲 是去年亚运跆拳男子 54公斤量级的铜牌 周一在新竹的明星科大 争取今年5月份 跆拳世锦赛的国手资格 这一次参赛选手共有421人 其中有不少新秀 像亚运金牌小将黄贤勇 魏晨阳 铜牌张琼芳 罗宗睿也都投入战局 更受瞩目的是老将 在广州亚运因为电子化事件 背叛犯规的杨淑军 这一次也将披挂上阵 之前说我已经准备到70 那现在其实也是差不多 因为上班真的训练时间就变少了 对那这一次我的目标就是 场场专注 因为我想场场专注 我应该就可以达到第一名的目标 目前向国际运动仲裁 法庭提出的诉讼进度 杨淑军表示 六月市律师将在三月初 与他联系会再有进一步的消息 而在上一届奥运 迎商败北的苏丽文 这一次不仅当教练指导后辈 自己也将参与国手选拔 立平2012的伦敦奥运 这一次就是赛后付出的第一次 然后就告诉自己平常心 然后全力以赴这样子 我对自己平常训练就蛮严格的 所以应该是家庭就熟吧 就是一站上去 应该就是已经准备好 不只跆拳新秀要出头 老将也将宠屁战袍 一连四天跆拳国手选拔赛 男女各分八个量级 每个量级的第一名 将优先代表台湾参加 五月在南韩举行的 世界跆拳锦标赛 前两名则入选为 伦敦奥运培训队 记者在路上新竹报道